大家好,歡迎來到智庫集團翌日的智庫通市場熱點 今集我們會說說在市況波動下 怎樣運用適當的投資產品 今集請來有智庫資產企業融資部的聯席董事張志豪 Hello,Eric,你好 你好,大家好 市況波動下,我們有時會考慮ETF 其實ETF是甚麼 其實ETF是交易所的投資買賣基金 這類基金以追蹤、模擬或對應某指數的表現 為主要的投資目標 而所追蹤的指數可以涵蓋債券或商品 其中較多接觸的是被動型的ETF 而這類型的ETF 讓投資者間接參與某個市場 投資者可以透過買入這個ETF 投資回報也可以參考其追蹤指數表現 Eric,那ETF其實有甚麼好處 其實因為ETF方面 投資者可以捕捉到ETF追蹤的指數表現 亦不需要買入所有成份股 所以相對投資在個別股票身上 更加能夠減低這個波動性 加上大家可以透過提供 證券買賣服務的經紀行或銀行 在聯交所的交易時段之內 很輕鬆容易地買賣這個ETF 交易ETF的成本 亦較投資互惠基金低 只需要像股票那樣 繳付經紀費等交易費用 而無需支付營購費或屬媒費 在市況波動下 其實有甚麼ETF可以選擇 又或者比較熱門的 對,其實香港可以買賣的ETF 已經詳細地列在香港交易所的網站 現在在港交所上市的ETF 大概有130隻 在ETF當中 相信最為人所熟悉的 應該就是盈富基金 編號是200 這隻就是追蹤恆生指數表現的ETF 買入ETF可以追蹤多個不同市場 和投資產品 當中包括近期很火熱的美股 石油、黃金等類型的產品 都可以在ETF內買到 當然,以往若是體淡後市的話 亦可以透過沽出期指 或購入認股證等類型的工具 而體淡行指 但由於現在有ETF 我們亦可以透過購入 有槓桿的反向ETF 亦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當然,槓桿會比較低 其實ETF可以幫助一些 沒有操作過延伸工具經驗的投資者 帶來另一種選擇 謝謝Eric 投資者應該認識多些不同的投資產品 就算在市況波動下 也不用擔心